我只能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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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顺如斯的歌声 从high end音响扬声器中心泻而出 不少音响迷来这一饱二福 但有妈妈带孩子光临 却窗下大祸 真要结账三岁小孩一留言 往左跑老板发现不对 上前置之 就是这声巨响喇叭被戳破 一二一 一二一 这么破了一个黑洞 这组扬声器来头不小 德国号角喇叭定价要80多万 破了一边两边都要往国外送修 第一时间双方写下切结书 写名协调赔偿事宜 但知道价码后 家长疑似翻脸不认账 可能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 他就犯了指责我们说 你们怎么可以用这么贵的喇叭 摆在这边 必须等德国跟我们报价 然后我才要告诉我才要办法告诉你 我们的维修费 小孩子跑过去贴着 然后没有画面 没有破坏的画面 那你要怎么办 那我要认赔吗 带朋友上门坚持看监视器 才认赔 但你没有听他说 没有 我真的没有看到没有听到 该口什么都不知道 但其实现场有标示 禁止触摸 连菜单都特别提醒 注意好你的孩子 店家坚持不公布关键画面 怕再惹事端 将要提起诉讼 没看见孩子造成影响疑似 因此受损 负责监护的家长 恐怕得付起相关责任 继续叫林志峰王文竹 台北采访报道